当时女嘉宾确实很漂亮 看到她之后就当时什么都没有想 可能也是短路了一下吧 然后就很奇葩的问她说 我说中午饭吃什么呀 然后她说是上海菜 然后就因为我这样问 我感觉挺奇葩的这种问题 她就猜到我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这种语言的这种 思维和语言的这种跳跃很大的这种特点 就表现出来了 对 我发现女嘉宾对星座的研究还是挺深的 她居然马上就猜到我是水瓶座了 我以前不信这个了 居然今天我就觉得 好 还挺有道理的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